在这个闹区写案的24小时不到之前呢 同样在台南啊 台南市中宝航所被抢走的 7736万这个史上最大数字的抢案 到底现在钱到哪里去了 案情还是陷入胶着 因为一来警方还没有掌握歹徒逃逸的方向 二来呢据了解这个案子 恐怕预谋有超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7000多万的钞票都是旧钞也不连号 很难追查 但是有人提供线报说呢 之前曾经有歹徒持枪借车要办事 办什么事呢 是不是跟抢案有关 警方还在厘清 台南市中宝航被抢走 7736万老板娘还中枪倒地 不过案发第三天 警方找不到在案车辆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人的部分主要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人嘛 还有一些银行的人嘛 那这知道内勤的大概没几个 田的部分歹徒要怎么处理 我们没有办法做依判 那些是连号的吗 没有 这旧钞 当然四名抢匪在中表内的门口 行抢完毕立刻向东逃逸 在武飞街右转之后逃逸无踪 四名抢匪从西门路转向武飞街之后 往南或往北逃逸 警方仍然无法掌握 而令人关注的7736万的下落 由于都是旧钞不连号 难以追踪 也导致案情陷入胶着 不过警方24号接获民众现报 指出日前曾有持枪歹徒威胁民众要借车 有人出枪这个要做这个 要向他借车办案这样 要办事情这样 没有人讲清楚 持枪歹徒借车要办事情 警方这调查是否跟中表行的四名强匪有关 这期史上最大强案 失关7736万的流向 警方也不愿放过任何线索 昨天经常成果 明高梦柔SNG小组台南报道